今天就是神有点重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内蒙古厅乐阿强 今天的市场上简单采购 十几斤肉啊 咱们简单吃一个红瘦肉 这是提前一天跟老板订的这个黑毛猪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这毛还挺黑的 咱们先整个小火腔啊 给它留下毛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烧焦部分 给它小刀刮一下 切成这种麻酱块大小啊 这点保留下来啊 回头炒菜油 剩下这点啊 咱们再切成这种麻酱块大小 这也属于这属于五花的地点三花 简单给它焯个水 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稍微来点料酒 准备干大葱啊 咱们先给它切成这种小个粒 再来点这个小姜片 水开后啊 咱们把五花给它捞出 接下来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一点点油 然后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冰糖 简单咱们炒个糖水 咱们把糖水炒至走红色冒泡 OK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葱姜下到锅上 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来点生抽 老抽 蚝油 然后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 煲里头 稍微来点盐 小火一个半小时啊 然后准备一块猪瘦肉啊 在市场买的时候特别漂亮 后来感觉这个多说点破相 也不是特别漂亮 如果你的刀工没有我这么卓越啊 可以先把这肉稍微的冻一下 就相对来说好切了 因为它不跑了 然后给里边来点盐 简单的给它抓拌一下 来颗鸡蛋 继续给它抓拌均匀 然后来 然后来点拢出 调一下颜色 咱们把这些肉片 抓拌均匀 然后咱们再给里边来点油 最后给它封一下 接下来咱准备点小配菜 咱们把配菜切成小片 洋葱 稍微切点 然后咱们切点蒜片 首先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这个 橙醇 生抽 来点盐 花椒粉 姜粉 来烧鸡精 蚝油 再来点淀粉 来点水 给它就和均匀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咱们把肉片下到锅中 给它滑散 这肉片 切的时候看似很薄 但实在包厢还有点厚 锅里边留点底油 油温三五成热 咱们将木的蒜片 给它爆香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料汁 给它下到锅中 给它香气炒香 把咱们的锅油肉给它下到锅中 然后来点配菜 给你说醋香似义 咱们的红烧肉 就差不多了 今天就是色有点重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 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你看一下 你看你看一下这个 嗯 这个红烧肉啊 终于是极品 今天这个颜色啊 应该是本年度最失败的 红烧肉 但是它的转弱程度啊 是最完美的 这五花的魅力啊 在持续散发 这块完美啊 昨天有一个小伙伴给我留言 说是强哥不该再养生的年纪 选择了油腻 我天 人道如中年啊 确实是 嗯 该考虑一下身体问题了 啊 咱这小肚啊 太诱人了 吃又不吃蒜 小米少一半 今天这个色子啊 真的是缺黑啊 不是黑暗六里啊 但它确实是颜色差点意思啊 已经黑到影响视线了 今天这个黑的也太黑了 咱们直接都盖饭缓解啊 咱们直接都盖饭缓解啊 咱们又�人切蘑以纳 这固油肉还蛮下饭的 鱼肉还蛮起来 鱼肉的鱼肉 鱼肉是很机会的 鱼肉的鱼肉 鱼肉的鱼肉是很香的 鱼肉的鱼肉是很香的 鱼肉的鱼肉 超級辣子 超級辣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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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